字幕——YK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Katty 我是Chris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就是開箱 今天我們要拍的是開箱影片 但是我裡面究竟買了什麼 你買了什麼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哦 所以現在我們來開箱 我最期待的是這包 這包是今天才到的 就讓它來開吧 摸起來好像好小包 不懂我女朋友不願意送我禮物呢 這樣就有可能沒有啦 你要失望了啦 哈哈哈哈 他很好奇的我 因為平常是我讓花圈他都會一直罵我 其實這些是我最期待的 我的耳環跟我的項鍊 我買了很多耶 我最近很入心的蝴蝶亮片 因為我是做土甲的嘛 所以我還是有買一些土甲的 accessary 老婆你確定嗎你買了這麼多這些 全部都是幾塊錢嗎 可是你真的有用的商嗎 這麼多 如果想要看我帶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的 可以去找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在這個位置喔 沒有了 沒有啦 哇真的很多耶 一個袋子就這麼多東西了 一個兩個三個 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樣東西喔 這也小結子 超好看的 我小眼色可以放的 關於你們想看我帶了是什麼樣子的 我都會放進去Instagram 你們可以去找我的Instagram來看喔 太多耳環啦 我跟你說 有機會我拍房間給你們看 他的耳環真的是很多 我口红也很多 接下来我们来开个包吧 诶 衣服 一样这边还有一个小账面 衣别 最近我们也听到衣别 这些是我的衣服 我的上衣 有三件衣服 这种是有那种练的那种上衣 这件呢其实我还有买一个裤子来搭它 等下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裤子是怎么样的 我买的到时候不可能是那种小小件的 这种半身的 OK 然后再来开个包吧 然后这件是 小熊的小T恤 这个很美欸 但我没有的 你要穿也可以啊 可是比较短 试一下 我要试一下穿 不要给我穿坏啊 看来它是穿穿的T恤 可是它是很短的 它就是差不多到这边 你有故事开始 因为我本身呢 是比较小字的 我身高才145 很矮罢了 所以哦 我买的衣服都不可以太大件 太大件的话 就会看到好像我偷穿在家里面 所以你是爱东卦 哇 接下来我们要开的是 这包粉色的粉嫩嫩咯 我的裤子 最近我学到了新的穿搭術 就是个子挨嘛 你穿这种裤子呢 长裤呢 它又会遮你的大腿的肥肉 然后它又会让你的腰显瘦 我有买的是牛仔裤还有西装裤 它的布料是很轻薄 而且它还有松紧度的 我买的大多数都是S size 因为我比较小字嘛 我很难买裤子的 通常我买的裤子呢 如果S size的话 它后面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空洞 所以呢 我很难买裤子 它裤子质量都是不错的 这个就是刚刚我跟你们说的 我会拿来搭配我那件紫色的衣服 然后它也是松紧的 这蛮好看的 它颜值很高哦 我本身呢 想挑战一下这样子的裤子 因为我本身很少穿长裤 以前因为我穿长裤呢 我会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很矮 现在越来越多那些小个子的女孩子 然后我们都是穿这样的裤子 来学自己的身材 ok 等一下我们试一看 等一下我们会试给你们看 这个是牛仔裤 这个也是我蛮期待的 因为它这边有这些洞 洞口的设计 所以你们要留守到影片的最后 我们会拍上来给你们看 我穿了是怎样的 至于耳环跟首饰那方面的话呢 你可以去Instagram找来看 ok 接下来我打算把这个 留到最后才来开箱 因为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箱子特别可爱 还有Sloopy的那个贴纸 蛮可爱的 对 然后它也是它的名字 这里 注意它们的小细节 它有写我的名字上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个包吧 圆圆的球 里面究竟会是什么呢 哇这个很难开哦 其实我这些呢 全部都到货有一阵子了 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去开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 把它们一直给我开到我 还算是这家东西啦 有两包 还有一个小雷笨 你看它送的 它们呢 会送一些小赠品给你们的 这些呢其实是我最期待的 因为这件是我生日的时候穿的 把它做小庚 它是泡泡 你们要留守到最后哦 我会试穿给你们看 这个真的是很公主 很鲜的 你看它下面这边 还有这种蕾丝 我生日当天 我打算要穿的 所以这件衣服是有一点的小重量的 因为它很大件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些蕾丝 所以就会很重 你再来 啊这箱 它很期待你知道吗 它还有给我一个小赠品的 这个要干嘛 这个呢 是最近很流行的 它是那个盲袋 就是你不知道你猜到会是哪一款 它有几种款式 这个是一个收藏品 在我们开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喜欢的是哪一款 我pick的是这个 除菊仙子 那我就先试下这个 看我会抽到 我们究竟会开到什么呢 抽到什么 它里面有一张卡片 它里面都会有一张卡片 告诉你它是什么款式 哎呀 是小猫咪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给它站着的 它摆饰的时候给它站着的 登登登 它的后面是这样子的 它的细节真的是超细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箱又是什么呢 那你想要抽到哪一个呢 这个的话呢 我要 这个 小盒马 那就话不多说 开箱咯 看一下我们 我的手机会不会那么幸运 真的是给我抽到小盒马 真的耶 真的是小盒马 给我抽中了 耶 因为我为什么会选这款呢 因为它很冰深 你看它很可爱的 这样都给你猜中了 哇 超可爱的 你们看 我现在我们会拍给你们看我们的战利品哦 可能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我不明白啦 哈哈哈哈 你要懂每个女孩子都有上女心 都喜欢这种很可爱的东西 话不多说 好 来下一个呗 What 那今天是帮忙开箱的 因为我拿我的快递到的时候 他问我 这些都是什么来的 然后我都不敢告诉他是什么 所以我决定 录起来的方式才不会给他骂 诶 又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送的正品 这个呢 是他的正品 小熊 然后还有给我一些这些 瓢花嘴 可以挤出那些奶油 是来做手机壳用的啦 嗯 手机壳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呦 今天是有一堆这些 这些就是我订的奶油啦 很香耶 它是香香的 它的味道很像真的很像奶油的味道那样 你知道它像什么吗 像那个牛杂糖耶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其他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了 这个是他最期待的 因为他看到它的包装很可爱 不知道会是什么 对 又来买头的吧 真的很可爱啊 里面也是sticker 也是stupid的 是这样子 还有送一个小南瓜 还有送一个小南瓜 然后这个是 有送一个小糖果 还有一个小苹果 还有一个小兔子 还有一个小熊 这些呢 我都是买来做我的手机车的 还有一个小狐狸 哦是小猫 sorry 小时候有没有很喜欢看到这些袋子 这是什么呀 你要不要听到 啊 解压 很像放天炮的声音那样子 这是解压的最好放手 这些呢 是我的 夏丽萍 我打下来的江森 那家没骗吗 所以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哟 按赞和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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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